我觉得郭台北董事长现在的情绪应该是非常的满的 然后所以他去日本三三星也是好事 那我觉得侯市长如果我是他幕僚 我会建议他说你该做的礼数都要做到 比如说简讯啊电话能够通上话最好 简讯该传就要传 然后呢是不是约见面也可以 但是呢不要去强求说一定要现在要谈到什么东西啊 你要怎么就是要跟人家谈很多政治上面的东西 情绪先让他冷却一下之后再来处理比较好 那侯市长刚刚前面讲到 我觉得柯文哲市长问题比较大 你可能真的这个阶段 因为照国民党告诉我们的是说 他有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党内整合 那就是这个侯市长 那所以张亚中老师啊赵阿康董事长啊 这些人就出局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侯友宜跟这个郭台铭之间的问题 那现在看起来第二阶段也走完了 那郭台铭出局了侯友宜继续被征召提名 你国民党承诺我们的第三阶段要整合非律 请问一下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现在看不出来任何可能性啊 因为柯文哲是柯文哲主席看起来 现在也是虎虎生风 从美国回来一趟之后 我最近常看到朋友不断转传我的影片 就是这个柯文哲主席在友台的政论节目上面 一个站六个绿营名嘴啊 那看起来也是真的这个气势很旺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回答得不错 所以这要怎么整合呢 因为国民党承诺我们的啊 这才是国民党应该告诉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用再回头去一直问郭台铭董事长怎么样 他是上个阶段的 修复关系情绪冷却要做 可是这个阶段你到底打算怎么整合 我现在看不出来任何的可能性 所以你觉得现在已经是第二阶段结束了 泛蓝整合结束了 这是国民党告诉我们的 第三阶段非律团结 对啊这是国民党告诉我们的啊 你们告诉我第三阶段是要整合非律 请问你打算怎么做 还是你从头到尾都在嘴炮呢 这是我们应该要接着关注的嘛 因为大家都心中有数 现在这个如果是萨卡都的战局 赖清德就是站在优势的地位嘛 这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比较大 然后再来呢就是其实 我觉得侯友仪市长自己的问题也是蛮大 因为照理来说之前早先呢 他回答被人家笑说 hoho GPT嘛 然后之后说很多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们说 没事啦 等到他被征召提名之后 他就会拿出真本事 哦他私下不是这样的人的啊 他平常对什么国政议题也是侃侃而谈 只是因为角色主义 哦OK 我已经听到很多不同的人跟我讲说 他是一个角色主义者 所以他作为新北市长的时候 他这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提 这个不能碰 那现在他被征召提名之后 那他是不是应该要翻开底牌 告诉我们他的本事在哪里呢 他对很多议题必须要拿出真的 真的就是真枪实弹的 那样子的一些回答 一些攻防要拿出来啦 但是今天稍早之前 他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因为他每次这个 新北市政府都会提供我们逐字稿 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不是郭台铭的问题啊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有记者问 市长就是17号晚上 市长是不是有致电给徐真卫县长 那有人说要怎么 怎么没有打给傅昆琦呢 或者是跟挺郭派议长 这要怎么修补关系 有没有打电话给郭台铭 然后侯友宜回答说 这段时间非常谢谢县市首长 以及很多的民意代表 给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加油打气 我心存感谢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团结 守护中华民国 爱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人 所以我要跟大家心连心 一起共同打拼 那天晚上的质疑 就是大家团结一致 向前走的时刻 然后呢还有这个 市长 那你要怎么 你怎么看了 这个纽约时报说 国民党征召你选总统 是想要走中间路线 那你的中间路线定义是什么 然后侯友宜市长回答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个乡下孩子 台湾这块土地出生的 我爱台湾爱中华民国 这是我一生不变的 所以我会守护中华民国 让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更美好 让我们台湾人的善良被看见 我会跟大家一起努力 让台湾能够和平安全繁荣有趣 所以什么是中间路线 或是他还是用这种方式 在回答问题啊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问题 蓝营的整合不是问题 选票上如果只有侯友宜的话 蓝营的整合就不是问题 重点是中间选民非常厌烦 你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啊 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你之前跟我们说没征兆 不行角色主义者不能谈国政 那现在呢 你还在用这种方式回答 我不知道记者是不是问到 已经有点厌世了 还有记者问什么 市长啊传出这个党内 有很多牛鬼蛇神 那你属鸡 你觉得会有经济暴喜吗 我觉得记者已经放弃了 已经厌世 放弃不知道问什么了 什么市长属鸡 有经济暴喜吗 然后呢 侯友宜就还可以回答 他说其实面对所有的朋友 我们大家只要有 共同的信念和价值 我们都会携手合作 面对所有的挑战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如果 如果侯友宜身边的 每天的采访 都是重复像这样子的对话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不是蓝营整合 大家在讲 他现在现阶段 比如说除了这个团结郭之外 还有请一涵 韩国瑜的部分呢 他可能也可以起一个关节角色 或关键作用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今天 延揽亮 就是延揽郭正亮 这有没有机会 我们知道呢 亮哥郭正亮 在今天发出了 退出民进党声明 里面特别有提到 他说 霍西 台北上部 5月16号 有人检举 損害本党党域 为由开除本人党籍 目前移送 这个评委会处理中 本人对此无意争变 尊重党部决议 声明即日起 自行退出民主进入党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只希望坚持自由民主 追求清廉情政 谋求两岸和平的统治 能够不断地回顾 从政初心 经常自我反省 面对现实落差 提出务实解放 才对得起关切 台湾前途的广大民众 好 那因为他今天的退党声明 然后再加上 因为其实侯友宜当前 其实也希望 能够延览人才 包括呢 徐晓鑫也说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 义不容辞 那信用界哪一次不帮 哪一次不挺 那甚至苏清泉 已经开始规划了 国境之难 辅选起手势 从屏东要启动一些 竞选行程 带着侯友一起拜会 这个在地的乡亲 所以我这边就请教汉廷 亮哥呢 如果是不是也可以 延览亮哥进入团队 或是什么的 我们亮哥礼拜一就来了 大家礼拜一这样继续锁定 我们大新闻大报告 好不好 然后这个六日搞不好 也会不定时的 会邀请到亮哥亲自来 这个问题当然要亲自问他嘛 那但是我猜测 他应该没有说要去加入 再去加入到某个政党 应该是比较困难啦 那他虽然呢 这篇呢虽然说 因为他亮哥也传给我 然后我就回答他 唯有敬佩 唯有敬佩 那亮哥也是 没有缴民进党的党费 已经很久 应该有两三个月了 所以只是说现在 好像因为这个党内诱人 要骂他攻击他 所以干脆才出了这篇声明 也算是非常的了不起 那当然即便说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呢 但是他里面所写的 也是句句打脸 对吧 这个追求自由民主 追求清廉情政 谋求两岸和平 能不断回顾从政出行 那就表示民进党 现在这些都没有嘛 就民进党现在既没有 没有自由民主 也没有清廉其政 然后搞得两岸又不和平 虽然我也不太了解 就是民进党从政的初衷 有要寻求两岸和平这件事情吗 但不管了 那当然这个亮哥的这个叫做出走嘛 或者是他的这个绝交性呢 确实呢展现了 某种程度的风骨 然后呢也让很多人能够看得清 那至少呢是说 现在的民进党是越来越不讨人喜欢 而且呢是越来越背离 早年创党的一些经验 所以这个当然是 对于民进党自己本身的一个警醒 那我是非常乐见民进党 怎么样 乐见民进党继续觉得 郭正亮这个小咖 不要理他 不要我们继续干我们的 因为毕竟亮哥现在也算是很重要的人气王跟流量王 那当然我们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还是在前面所说的就是打绿 因为侯友宜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 打民进党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琢磨 这打呢当然也不是说你把它扭 扭在地上打或干嘛 是没有进行到过很重大的批判 或者呢至少你对民进党有各种的抱怨 或者当人民在不满民进党的时候 你有没有帮助人民来发声 毕竟是在野党 对毕竟是在野党 而且那你可以说过去你是新北市长啊 对吧你就活活做事 但现在你也转成总统候选人也几天了嘛 那这几天好像就说了一句 这个我们国家百废待举 然后对于民进党那什么是百废啊 对吧那你待举什么啊 因为有百废你待举 那民进党百废在哪里 好像没有听到你更进一步的论述 那你怎么举呢 那你的论述你的主张你的治国理念 你的方案你的政策 就好像也没有那么快 那当然我们可以体谅说 好吧那个也才刚征召嘛 那到底要在多久的时间之内 一些相关的东西才能够有出来 比如有人说啊 你看我们这对侯友宜太过苛责啦 太过抨击啦 那没办法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赖青的很烂啊 对吧 那赖青的人说没有论述啊 没有主张啊 没有政策他反正就是贪腐啊 他反正就是这些官员继续酬啊 反正就继续这个欺缺啊 对我们都知道啊 所以我们要问那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欺缺呢 或者即便在没有啊 这个待举的论述还没出来 但是现况底下如何百废 你终得告诉大家吧 那否则为什么要挺你呢 因为依照民进党的讲法 现在根本就没有百废啊 对吧 这现在是这个成平时期 现在经济二十年来最好的时刻 最好的光景民进党统治之下 哇这是和亲海燕立志亲民 大家要支持民进党世界看到台湾 所以谁要来告诉大家 现在是处于所谓的百废戴心 那当然是在野党 那当然是有志于要竞争大位的人 要来告诉说 这个执政党 倒行逆施 导致人民苦不堪言 这是在野党要告诉大家事情 你在野党要争取民心 就是确实现在很多人生活走投无路过不下去 或者陷入困境 那你直至在野党要为大家发声说 这些人怎么样 听我的 我能够带领大家走到一条出路 找出一条生路 走出一条活路 这才是我们希望 就是总统候选人有的一个 风骨跟气势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会全是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的两年